镜头带一到玉旅镇 玉旅镇公所今年度获得了花莲县议会 县议员补助工程款高达800多万元 而零零总总共54件的工程计划 正代表秀吉萨弗洛就直询表示 从今年3月份起推动规划到现在 一件都尚未发包完成 统批证公所执行律部章 直询台上秀吉萨弗洛把今年度3月到10月初 玉旅镇基础建设县议员补助工程案逐一罗列 发现总共54件以及正代表9件的建议案 全都尚未发包 强烈质询要求政公所相关客室 说明整个建设进度 秀吉萨弗洛尤其单就南区圆明级 现议员哈尼加造与陈英媚两人 将近155万元的补助工程款案 仍旧躺在抽屉里 陆批政公所建设效率不张 设计什么 9万8多产业道路要设计什么 他两三分都可以处理掉了 救你的未来 为了施政的重点 你这几个能处成几层 还有两年 我们就说两年 明年好了 明年先做哪几段 政公所建设课代理课长陈光耀 前代理课长罗忠胜答询说明 另外也积极保证将在年底前尽力完成发包 政代表秀吉萨弗洛尤其经营部表示 政公所今年建设工程案完成度仅有一成 忧心好不容易争取到的补助经费 可能因没能执行而遭收回 对政公所的表现感到非常失望 记者是玉兰 玉里采访报道